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通过直播把这种农产品销售出去 我们全村老百姓都做起了生意 都富起来了 一定要改变村的这个屏幕面 我刚来的时候就找了想 整个村庄的面貌 这个太惨了 哎呀我都失去心心了 我对这个村庄确实 哎呦我都臭的 我这确实太 还有这么臭的村庄 我就开始净乎掉眼 家家后后这个屏幕 或者这些屏幕 到底为什么屏幕 你根据他的这个情况 研究制定出的这个规划 到底发展什么样 从哪些方面着手 我2001年的时候 当被阎伯村 写上这个村支部书记 那个时候阎伯村的样子就是 没有办公地点 只能种羊细种一米 我当时去了他们烤羊细 我都吃不下去 就不是嫌张 就是难过 这种现状太难过 我就发誓 一定要改变这个村的这个 贫困面貌 刚开始你说 又不听的 又不配合的 那慢慢的 咱们要通过这个说话 通过做事情 那他就开出来了 我先开一下你这个牛棚 这个我看做小小牛丸子 要二十三万 所以我就把小牛丸子 还换上 所以三万的也不多了 也不多了 就把这个牛 三个牛 下个牛丸子 四个 到年纪里再下上去 那你还换得正尿 不错 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 当时就看准一片卖出去的林子 当时要二十三万 所以我就把所有办法想尽了 最后还是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想要的结果 林厂买回来了 就通过林子 不断的像滚鞋球一样的 我们在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就是贷 戒 融 我们现在阎波村的主要来源 比如说我们的酒厂 养殖厂 加工厂 我们老百姓都有股份 然后最关键的是就业这块它可以 它可以在里面就业 所以阎波村这五年我们就脱贫了 我们这个村长这个老平 脱贫的愿望确实是非常强烈 总小时候说你谁来帮我帮你帮 帮你帮我往前领一领 所以就是给他们提供这些方面的支持 每个老百姓都是善良的 如果说这个老百姓有了三分级的 那是该父母得好 我今年都快五十岁了 然后最好的年华我觉得都在演播 然后自己老了也不会离开演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